想起掌声和欢呼 有请我们的尹正老师上场 好吗 好 欢迎我们的尹正老师 来到我们的西安 来到我们的西安 京东超级体验店 今天是营业的现场 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西安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尹正 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西安和大家见面 好的 今天最近的这个拍摄 真的非常的辛苦 但是也抽出时间来到我们京东的现场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福利 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能够见到你 真的很开心 也是挺开心 刚才吃了 把酸汤饺子吃完之后 感觉人生也是很圆满 还有吃其他美食吗 吃了酸汤饺子 然后吃了个油泼棍棍面 还有什么三合一 就是里边有凉皮啊什么的 一块混着拌着的那个 夹馍也吃了 对 这是第几次来西安呢 这是第二次来 第二次来西安 第二次 对对对 那么今天呢 尹正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呢 不光有我们的福利放送 更重要的是 大家现场朋友能够看到 在我们的身后 这个大屏幕上 共有五颗星 那么稍后呢 尹正老师会在现场 完成一系列的挑战 您要点亮这五颗星之后呢 才会把我们的这些福利送给大家 所以其实现场的氛围会好很多 而且现场大家会看到和听到一些 你愿意在屏幕上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 好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们尹正老师和米子老师的这个 签名照 然后我是想要尹正老师的签名照 还有呢就是三星Galaxy S21的一部手机价值 4999元 稍后在完成挑战之后呢 都会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想要的朋友 记得赶快关注稍后抽奖哦 好 接下来是呢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 有一个采访的环节 来跟我们的郑哥好好的聊一下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来提我来提第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是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京东的西安的 超级体验店的第一天的开业现场 这种感受怎么样啊 呃其实 首先第一个我还很少会见到说一整栋楼 对 全都是就是有京东 它分类的非常多 对而且然后就是它现场的规模首先很大 然后京东电器品牌的丰富度 包括科技感都非常的多啊 然后潮玩电器啊 然后各种的都非常的多 对 对那刚才从入店之后呢 看一楼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五楼哇一共五层确实是大 而且每一层有不同的 那么我要问一下整个平时啊 你会在京东下单买这东西吗 会有就是一些 还是我个人在京东的话 会比较偏电器向的 会比较多 比如说手机啊 然后包括手机的一些周边的配件啊 对 都可以很方便能买得到 比如说呢最近有没有买 最近有 最近包括就是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去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然后他们我们就会得到非常好的三星的手机 然后这个时候我自己就会在上面去买一些 比如说它的壳啊 然后它的周边 然后包括它的手机膜各种其他的东西 对其实我也我也在看 在追这个必经展机的哥哥 然后我也看到这个影子老师 跟这个京东的各种各样的互动 然后平时你自己在这个京东上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最喜欢下单哪一类的产品呢 我刚才就是刚才说了嘛 其实因为我平时 接触更多的都是一些数码产品 然后什么穿衣服吃饭都自己都管不了 就别人都给我张了 然后就是自己就是买点数码产品 比如说电吹风啊 然后包括一些现在头发也不能剪嘛 头发一直都很长 电吹风啊 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生活上用的所有的一些电器类的东西 我都会在京东上面买 那购物的体验怎么样呢 就是比如说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是感觉很好的体验 对对对 好的体验当然是有了 就是京东上基本上你体验没有不差的体验 对对 主要第一个它很快 物流快 对对对物流非常的快 然后其次就是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售后服务 然后你跟它包括 因为其实我接触三星的手机时间 就还是拿这个手机来说 我接触这个品牌的手机时间并不长 但是所以我就说 这个膜啊 怎么贴啊 包括这个壳子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这客服就会非常热心的去跟你说这些东西 对的 包括使用在过程之中有什么问题 坏了之类的 对对 是的 我们这个收获保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是的 是的 你比如说那个就是 就还是说手机的东西 大家谁都离不开手机 对 然后这东西 比如说我自己的手残 我给它弄的不是特别明白 然后它都会跟你说 那没事我给你换什么之类的 就特别让人会觉得 方便 对很安心 很安心 我觉得还有点 它这个物流 它还是会精确到 大概几点到几点到 我觉得这个 你小失位单位 对 你出差 这个我倒还没有真的是这么样去感受过 但是因为它总是会 就是它跟你说好了 比如说就是三天内 它就一定会三天内 它只会快它不会慢 最近在拍摄过程中啊 我发现就是 你也会经常送其他哥哥一些礼物 如果说此时此刻 或者说是让你在我们京东下单一个礼物 送给其他的哥哥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呢 我看看啊 首先这个我会送什么东西给别人啊 哎 就大家可能会需要什么 比如说他们最近在一个 那是在我们现场吗 也可以 或者说你自己想一个东西 好好好 那应该就是 其实最近哥哥们 他们都有说过自己的肩颈 嗯 会很舒服 你比如小春哥 他就说哎呀 脖子不舒服 嗯 然后静哥 他也说他脖子不舒服 然后呢 他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SKG的颈部按摩仪 然后呢 就感觉还是很温暖的一个产品 非常人性化 哎 然后就是可以满足 因为毕竟哥们就是年纪也不是说特别的小 对吧 他也很潮 对对对 对对 那场面很潮 你带着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拼斩你的哥哥 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的时候 都带着这个经济仪 然后在那聊天 哎 这个产品卖得很好 刚才我和MISS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 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链接中找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MISS 来交给你的时间 你再问个问题吧 我们刚刚也是看到影子老师是要送这个经济仪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对大家健康保护嘛 那我们还可能送什么样的产品呢 就让大家可能比较快乐一点的 你像比如说我们海星65英寸的游戏电视 然后呢机械革命F6的轻薄本 菲利普可折叠的手持这个烫刷子 这个是非常的方便的 然后你看看就这个电视机啊 打游戏的话 我会选择就是送给李云迪哥哥 他喜欢打游戏吗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没什么童年的人 我发现 童年都在练琴 对对对 他也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 就是手笔脚利索的人 因为大家小时候都去疯跑去玩的时候 这云总就一直在练琴 所以他也就是获得了就是非常 骄人的成绩嘛 对吧 他是一个国际上面的钢琴大师 然后所以说给他一个这个 这个65英寸的游戏电视的话 他应该会就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了 然后至于那个 还有吗 至于那个就是那烫刷 菲利普的折腻烫刷的话 应该要把它送给7M哥吧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 他是一个gentleman 他特别gentleman 随时都 注意形象 非常的 细节拉满 detail一定要 detail 然后就说我们不允许他的衣服是皱的 对刚才那款产品真的是太热卖了 我们还刚上还没介绍完就抢完了 确实你这个选择礼物也确实非常的有见解 一选就选到了我们就是最热卖的 最需要的产品 对的 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正在追综艺的朋友都有想知道 就是有没有什么愿望是想在披荆斩棘这个节目之中实现的呢 或者说我们还会看到什么呢 你的愿望 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的特别希望在节目上唱一次粤语歌 唱一次粤语歌 对 我有在节目之中看到你说粤语的片段 对对对 就很好奇为什么你粤语这么好呢 因为我 我九岁的时候就跟随家人从内蒙就去广东了 对 所以就在那生活了一段时间 对一直生活到现在 对所以这个粤语还是还是可以 而且你听那大湾区的哥哥们说普通话太费劲了 真的就是他说那个普通话 你有时候还在猜 你就直接跟我说粤语吧 就是这样我还听得比较懂一点 比较容易交流 对想唱粤语歌 说不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在节目中看到 但是还是说一下就是会粤语的 或者因为他就不是天生 会粤语的就证明你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很有天赋 没有没有没有 语言天赋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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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会说西安话的人也很了不起 是吗 我就会 因为 因为你 现场应该很多人都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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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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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说生活之中就除了工作之外 你有什么爱好呢 其实除了工作之外的话 更多的爱好比如说吃啊 就很喜欢吃 那当然了 微博头像嘛 那来一些很难呢 太多好吃的了 应该多来 应该多来 微博头像跟喜欢吃没关系 跟一个人有关系 然后 对对对 然后这个除了吃之外 就包括动漫也很喜欢 然后最近看了一部翻 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什么呢 就是叫做 周末的女武神 周末的女武神 不是 终点的终 终 对对 它里面其实是说的更多的是 就是人类的自由的这么个东西 因为它脑子特别飞 它说的是 就是天上的神仙们 每一千年会开一次会 就决定人类 有没有下一千年的文明 然后结果突然之间 他们有一天脑子就犯臭臭了 活烦 就说就算了吧 就这么着吧 然后人类就说不行 然后就看到人类跟神仙 是如何争取自己 下一千年文明的这么个故事 对对对 然后就出十三个神仙 出十三个人类 互相 发生矛盾 第一场就是什么呢 第一场是雷神索尔打吕布 就很 关公战琴琴啊 脑筋很大 脑筋很大 很有意思 这种应该好喜欢 对对然后包括除了动漫之外的话 游戏还是电竞 对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这混人者也玩了都快七年了 手游是吗 对对对快七年了 格斗游戏啊 这个我玩过 有一点小课 但是还是技术很勉强 对对对 那个还是比较看操作的 对 游戏应该多个miss了 哇天哪 这个游戏打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非常就以前打过职业 然后 哇 但是是比较传统的 WC这个冠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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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是我游眼不识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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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简单的 因为 因为在这一批心感觉的哥哥 我是他的谜底 是吗 对然后我是你的谜 哈哈哈 然后我们都是比较斩棘哥哥的谜 对对对 他还有什么游戏 我们可以多聊一下 游戏的话 其实 就还是火影 火影啊 然后端游呢 端游 我很少接触端游 因为没时间 工作 真的真的 但是之前有一次 就是玩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绝地求生嘛 绝地求生 但是对吃鸡 你会发现端游的吃鸡跟手游 真的是好像 很难 不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对 就是会 铁完全不一样 对我来说也很难 但是很开心啊 很开心 对对对 尤其可能更多的是互动 跟朋友之间的互动 对对对对 玩游戏现在都是 还是很还是很开心 是好多人一起玩 比如我们四个人一起玩 会比较开心点 就聊个天 游戏有时候就是 当个伏地魔 然后啥也不干就聊个天 对 那我有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不玩这些游戏 但如果说你最 让你玩游戏的话 你有没有期待 有一个什么游戏是你必玩的 什么 什么类型的游戏是你必须要玩的 题材 题材 或者说是 类型 我觉得刚刚他说的那个动漫 如果出了游戏 影哲老师觉得会有问题 我有一个点 我说出来他肯定喜欢 如果出一个高达的游戏 你喜欢吗 已经出了 你玩了吗 有 是玩啊 我还花了很多钱啊 哈哈哈哈 对 酷金选手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从我对你的一些了解吧 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动漫 而且特别喜欢高达是吗 对对对对 因为前两天发微博 有看到有这个客户送了你一个高达 哇特别开心拍了个照片 给大家秀了一下 对所以京东准备了吗 想要吗 可以准备一下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来 咱们的智力链接有高达 没有 哪个店里有高达的会儿 其实说真的 说真的就是我经常有句开玩笑的话 我说不要给我送高达 因为很容易送虫 太多了是吧 因为我该有的我都有了 你比如说虽然就昨天金主爸爸送了我一个就是PG的原祖 但是其实那个是我的第三个 很早就有了 对因为他一出的时候我就定了两个 我想的是就拼一个就藏一个 然后现在来了第三个 当然我也不会送给别人啊 收藏起来是一个 因为除了前两天这个微博之外 其实我真的我也很关注你 我有考古过你的微博 谢谢 就是有一个你跟一个大高达的合影 穿着那个白色那个衣服太帅了 好久之前了 对对对 那个是自由高达在上海就是 亮相的时候 亮相 正式亮相的时候 对 盛装出席 对对对 就是 珍爱 珍爱 中二了一下 没有珍爱 我觉得跟你同爱爱好的人非常喜欢这个 对对对 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心中的归宿 有时候是有情怀的 有有有有有 对对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刚才还提到一个就是 我们郑国特别喜欢吃 对 对对 其实好像看到你有分享做菜 有有有有有 因为前段时间的话 因为之前拍戏是要演胖子 然后前段时间拍韩寒导演的四海 对 那个人要瘦 好辛苦 所以再加上真的现在年纪也大了 你知道小的时候 就是二十五六的时候 你随便饿个两三天就就瘦下来了 嗯 现在饿不单止不会瘦 你还会肿 对 新人代谢 对新人代谢也不行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营养师嘛 然后他就去帮我去调啊 然后包括其实现在会发现 其实真的吃这个东西 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复杂 嗯 就是你把这个就油糖盐稍微控制一下 其实就它也不会有多难吃 当然就没有油泡面好吃啊 各有各的美好 我等会儿再跟你说西安的美食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之前就是我们关注 郑哥的都知道 网上有一个叫做 饮症同款闷菜 特别的火 好多人交作业 就是去模仿 然后拍出来视频 对对对 这个是你自己发明的啊 不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我那个 我教练叫风哥 是啊什么的 对他给我 就是他自己就会这么做 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用水煮这个菜啊 它的口感会很不好 对 而且你会大量的营养 都会在那个汤里面 其实会被煮走 对 然后就是因为其实你 想吃这个健康餐的话 三点就是盐 糖 油 把它控住了之后 少 其实你就是会 没那么满足嘛 没那么幸福 对 那么我们唯一能够找 就是能够保证的就是口感了 所以就是他会用一些就是 根茎类的蔬菜 比如说西兰花 西兰花 这个笋类啊 蜗菊啊 这些东西 再加上虾的鲜味来点净 对对对 然后就是用这些东西的话 他不用水去煮它 而是焖一下 这样子的话 在嘴里面还是非常的有嚼劲 很爽的 对对对 口感会脆啊 对人吃完之后会没那么丧 就还是会有口腹的满足感 有有有 它是好吃的 又有一样 又好吃 它是好吃的 对 而且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 坚持一段时间吃这种健康的食物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很舒服 而且哪怕是之后 你不需要这么极致的去让自己 保持在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开始吃正常的这个食物的 其实它那也算正常 你怎么吃的话 其实也不会说是会反弹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而且你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可能那种大油大盐的 你看到之后会 本能想吃 本能想吃的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同换闷菜啊 各位现场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有喜欢的话 去网上搜一下 来做一下 其实我在家已经试过了 可以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道菜啊 在厨具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这是粉丝体的一个问题 厨具上面啊 对 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来京东买一口比较好的锅吧 就是这些锅很重要 因为当你没有用很多油的时候 这个锅的材质包括它涂层就要求就很高了 焖这个处理方法肯定不能粘 对对对对 这个绝对不是在提示器上面的啊 就是这个身啊 我就说真的是要买一口好锅啊 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锅还挺好的 对刚刚有一个锅 那个日本进口那个锅才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郑哥这个闷菜的要求 是的 自己做一小份一吃 刚才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去下单啊 好 那么来 你来 你来一个问题吧 我现在就觉得说 尹真老师既然来了 我们肯定要在直播间给大家送福利的 那送福利是送什么呢 要进行抽奖 来进行抽奖 刚才我们也说了啊 我们的这个今天所有的抽奖的福利呢 必须得我们的郑哥啊 完成我们的五星挑战之后 才能把这个福利给粉丝送上 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线上 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 能够给我们的郑哥加油好吗 因为马上就要给大家出 给给给给你给你出题了啊 有没有太怕 我没有没有没有 已经完成披荆斩棘的这些 难度的训练 所以说我会出什么题呢 好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道具准备一下 对帮我们道具准备一下 但这里偷偷说一下 好我们要玩起来了 我是裁判 好先说一下啊 我们现在呢 各位朋友可以见证一下 我们真的来完成挑战 接下来的时间呢 完成挑战之后呢 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上角进行抽奖啊 最终这个奖品 也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PT转机哥哥 公演的门票 以及我们的这个价值 4999三星 Galaxy S21的一部手机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来我们工作人员先把第一项挑战的这个道具给我准备一下 好第一项道具呢将会用到我们的这款三星Z系列啊 Z Flip3的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跟别的手机有什么不同的 来看着啊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模仿这个手机 吓腰吗 模仿它怎么模仿 对 这个手机 其实这个手机真的不错啊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都在用 对 而且它有一个自拍的功能特别方便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也在上面没有了 就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过一种尴尬的情况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要自拍一下 然后你这个手要拎得很远 然后你又按不着 会很难受 它这个不用呢 你把它放好之后 你就比个手势 它一focus之后你把它放下来 它直接就开始倒数了 哦 这样啊 对 然后你就那一瞬间你就只需要非常稳地把它拿住 哦 就可以了 它会有一个手势识别 对对对 然后它还防水 防水 对对对 但是也别那么极致啊 就不要去到那么近 就扔到水里面没必要 就比如说你把一个水打翻了 在上面它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的 那我们其实我们在介绍这个游戏的同时 我们直接来参与一次抽奖吧 我们直接给大家送一下我们京东给大家准备的三星的手机 哎呦 我的天 就是 我本来想为难你一下的 游戏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这是王者杀过来了 我本来想为难你一下 就是 就是我直接把它合住 我看你手段挨到地不 因为我挨不到地 我们刚刚才想我们说 就到45度应该也可以 就差不多了吧 他还帮你说情你知道吗 对 完成不到他就帮你 我直接碰到了 为了给大家谋福利 不择手段啊 那就 那就完成了 完成了 就直接完成了 有点简单啊 我觉得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星星点亮吧 好吧 我们现在第一颗星点亮 这个确实有点简单啊 来 接下来的时间 我还是想告诉一下 我们喜欢这部手机的朋友呢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找到他啊 好 对 那再跟你说一下 就是尹志老师都已经示范了 最标准的一个柔人度 我们主持人是不是得来一下 你来一下我也来一下 我来不了 周老师 哎呦 我叫老妖 我确实柔人度 我是靠说话吃饭的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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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人度 我只能到这儿 我真的没有骗你 所以这名尹志老师 刚刚那一波真的王者操作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为了凸显你厉害 是我真的摸不到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可以吗 你可以吗 我可以 我可以帮我打一下 太方便了 我试一下 方便吗 我试一下 哎呦 为什么 现场帮我来点掌声好不好 他这样有吗 好 对 来 来 好的 那给各位朋友 还是介绍一下这款手机 我们现在京东有寿 喜欢三星这款折叠手机 非常潮流时尚 这款手机的 可以去链接来找一下 稍等我们来抽奖 这款手机呢 不光它非常小巧 可以装到口袋里面 然后而且它防水 刚才我们的映正老师 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而且它的使用的便捷程度 跟以往我们这种 直视的手机 会有很多的不同 只有使用过的朋友才知道 比如说我们的正格啊 给大家已经推荐了 对 关键它很小巧 我们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它很小巧 放到东里面 你别以为它就是一个 就女孩子如果用的话 它可以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镜子 对 我刚刚发现了 其实它是一个屏幕 它里面是能够亮起来的 然后你这样都可以直接拿来拍照 就直接举着就拍了 这个是非常的 其实有经验到我 而且细节是满满的 包括这个侧面 它有这个 Samsung的这个暗花 我都很想 手感非常的好 最近就一直在使用这款手机 对对对对 在节目里面 给人送了一个 对 也是我们的福利 对 因为我觉得很酷 我觉得给大家 应该展示一下这个屏幕 就是对于折叠手机来说 大家比较考虑到 是它折叠的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有没有会有一些凹痕之类的 来 我们正对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把它开机 但是呢 经过很多次的一个折叠 它中间这个屏幕 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没有的 对 它这个折叠的这个柔韧度 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 是不用大家担心的 还有点就是刚才 正哥给大家讲过的 双屏的一个操作 有时候会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们平时现在看 看这个短信 然后掏出来弄半天 这个手机 你比如折叠的时候 放在口袋里拿出来 这个小屏就可以去操作 并且小屏还可以看视频 对 虽然它有点小 就是我觉得它特别厉害 它非常小巧 对 又为什么 因为我们平时拿那个手机 要这样拿着 放兜里也不行 你得背个包 对吧 带它 特别是女孩子 但这个它就放兜里 放这里 男生放在这个西装的东西 很酷 你刚刚说到包了 我觉得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 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这款手机 就在于 它可以放在很小的包里面 是 有些比如说你背一个特别小的包 你手机放进去 只能全程拿手里还拿个包 对 男生也是可以的 男生放在这个西装的这个兜里面 包括运动的时候 放在这个 可以绑在手臂上 这个便携 都非常非常地好 我觉得我们俩 也应该一人整一个 值得拥有 值得拥有 对 因为我用了时间挺长的了 你已经赶紧哥哥的同款 肯定得要 所有哥哥都在用 所以说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如果想要的话 赶快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下单 最近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地不错 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直播间的一个价格吧 只需要今天的价格 我直接来说 就是7599 因为这个价格 跟我们那天价格来相比 真的是已经优惠非常非常多了 很划算 来 Kiss 应该给你来看一下 我啊 刚才我们俩拿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对 然后这个手机 它就这样轻轻松松折叠 然后很轻 然后对于我来说 我们现在身上没有包 如果我平时要拿一个手机 它很大 然后拿在手上的话 可能就是要这样子拿 但这个手机这样轻轻的一袋 然后别人也不知道是什么 同时呢 你还可以拿它出来补妆 对对对 非常的小小 非常的方便 对于女孩子来说是很适合的 我相信它还有很多颜色 对吧 我觉得经典的黑色 然后可能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出 那未来肯定也会出一些经典的颜色 有一个香槟色的很好看 很适合女孩子 对 有一个香槟色的很好看 对 它这边还可以就是照镜子 好方便 我说两个 就是它特别实用的地方 这个电话它是主要第一个 你摔电话的几率 会大大的降低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特别讨厌摔电话 特别摔到屏幕 普通的电话大概其实就这么长嘛 你揣在托里边 它掉出来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 但是它这个体积变小了之后 它会 腹度变大了 它不是 它会在很下面 它就出不来 对 不会放在兜里滑出来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这个这么真说到 你丢不了 就是你站着车不绝 但是有时候你都宽 你一坐下 你一坐下 它就挂出来了 对 拉到车后座 蹦两下 掉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说刚才那个自拍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这样子张开之后 比如说神不知鬼不觉的 制造一种它拍的效果 是你把这 你以它这个状态放在桌子上 然后你就你就放在那 你不动 但是你的手可以自己做 任何一切的动作 你给它比个手势 它就帮你拍了 对 就是不会说永远说是 所有自拍的时候 你永远就带着一个胳膊 拍照不求人 对 不求人 对对对 好 那么我们给大家已经介绍完 这款三星Z Flip 3手机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也是 郑哥也完成了第一项的挑战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来工作人员 帮我们把第一颗星 点亮 完成了第一项的挑战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会进行这个 第一次亮星挑战的一个抽奖 各位朋友呢 可以在直播间右上角来 打开我们这个抽奖的一个页面 点击之后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抽奖的一个对列 而且呢 还要回复我们的一个隐秘来电 稍后五分钟之后呢 就会进行抽奖 我们会中奖的朋友 直接弹窗给你显示 你中奖了 奖品的会直接 在五个工作日之后 来邮寄给您 所以一定要写好 您的地址 是的 那抽奖的方式呢 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刷出隐秘来电 现在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延迟 因为观看的人数太多了 所以说稍等片刻 我们的这个抽奖页面呢 会给大家正常的显示 稍等片刻呢 会再进行一次 这个亮星的挑战抽奖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来进行第二项的一个挑战 来工作人员帮我准备一下 我们第二项的挑战 因为第一项我觉得是难度 我一直以为可能会很难 但没想到真的 郑老师你太自律了 没有没有 这个跟自律没关系 完全就没有难度 第二项挑战呢 第二项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会用到另外一款手机 这款手机呢 也是刚才我们在直播间 为大家介绍过 非常热卖的这款 红米K40 这次的挑战呢 叫做盲拍POSE大挑战 怎么来玩呢 来我们现场呢 会有准备了15个盲拍的 一个挑战的一个页面 稍等片刻呢 我们会抽取啊 根据我们的要求 完成10个 挑战成功之后呢 将会点亮一颗星星 然后呢 我们将会给大家抽取 我们引证郑哥的一个 签名照送给大家 不知道哪位幸运的朋友 能够获得呢 但最主要还是 我们的郑哥要完成 这样一项挑战 好 好来工作人员 帮我准备一下 我们这个抽奖 来找一下我们这个 拍照的页面啊 镜头也非常的不错 帮你擦一下 帮我拿上来 帮我拿上来 我们拍照的话 应该有很多模式 像自拍他拍 大合影眼 对 来我们有15张 你自己来抽一张吧 好啊 就 要抽几个 随便抽 一个一个抽 一个一个抽吧 追星搭档照和miss合拍 合拍 你们俩合拍 是你们俩自拍 还是我帮你们拍呢 你们自拍吧 我们自拍吧 我们自拍 我在前面 嗯 没事 来 你们自拍一张 跟miss拍照有一个点 就是他脸真的太小了 也是 OK吗 好 好幸福 好完成第一个挑战 来我们再抽一张 随机的啊 再来一张 神还原街道办事处的定点表情 这个好难 这个大家提到吗 神还原街道办事处的定点表情 应该是说的是完成大艺术家的时候 大艺术家完成之后所有人都不敢动 对 要等 要等 来来来来 来手机 你来拍 我把手卡帮你拿着 来 那个 最后的定点 你还记得吗 然后包括一定要把那个眼神演出来 这就是感觉很多人欠你钱 我来现场各位朋友 你们也可以到处手机赶快来拍一下 OK 好第二项挑战完成 完成 来 哎 第三个 第三个是吗 我不知道 我放了 第一次看到喜欢的哥哥的时候的表情 哎 这个是个两个问题啊 先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个哥哥 你觉得看到谁最激动 我都 很喜欢 都很喜欢 我最喜欢的话 谁喊完后勇 还想 没有 我听到第一个人说Ricky 最喜欢自己 是Ricky 我知道 我觉得最喜欢自己也没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 张晋 黄冠宗 和Ricky 张晋 黄冠宗 和Ricky Ricky 一个是我们的晋哥 一个是两个都是Rakusta Rakusta Rakusta 看来平时也没少听歌 没有你这个让Ricky听到他就一定会说 我是玩funky的 我是funky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从他上那个节目到现在为止 他所有歌我全部都听过 他很棒他很棒他很棒 我自己来了 自己来 自拍 自拍一张 想着谁 想着静哥 要不要他的那个HIPHOP的手 我想着那个小孩的表情包 好下一个 好下一个 想到吃肘子时候的表情 对刚才说到了你的头像 吃肘子 想到肘子 此时刻很饿 好 老师这个功力确实是 最萌三连拍 最萌三连拍 这个简直 拍照是我 尤其是自拍 是我最弱的一个 就是太弱了 你这样吧 你要不然 我觉得你让MISS帮你拍吧 别闹 我会很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我要帮你拍 你自己来 卖萌 对于男生来说是有点压力 剪刀手 嘟嘴 嘟嘴 牙疼 我帮你提醒了 谢谢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来 914手势拍 914手势拍 这个就得MISS帮你了吧 他可能是要做三个手势 9 9一个1一个4 好 对吧 好 好 嗯 我得找个角度啊 来 9 好 1 几个 4 要不要是测身一下 对 好的 你看还是女孩会 女孩说你测身 我为啥不拍呢 我就怕我把你拍的不帅 你找我 你不是 来来来 这不帅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事 最炯的三连拍 最炯跟最萌有什么区别啊 有吧 就是搞怪的表情吧 我觉得 炯怎么搞怪 我必须得把这个我也拿下 有点难 还有三张 我帮你挑一张吧 疑惑 这三张还都得有 疑惑脸 翻白眼 非常的不错 我已经看到了 可以 好 接下来这张 非常的不错 来 看一下啊 你正自拍出最喜欢的脸部五官 并且对其中一个 部位进行大特写 你最喜欢自己哪个部位 我 都不是特别喜欢 我说老实话 没有啊 我觉得很多朋友 如果让我来夸你的话 我觉得 首先第一点 你的鼻子是我觉得最帅的 没有很多人说是假的 省了几十万 没有 我觉得看本人是五官都非常精致 对 还好 对 这个鼻子很挺 还好 对对对 有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要使用到 我们的这个手机的一个 特写 特写功能 来 你来 拍张 拍哪里呢 拍眼睛吧 我觉得 我们拍嘴巴吧 拍嘴巴 拍嘴巴是吧 拍张嘴巴 然后 局部放大功能 也是我们的这款红蜜K40 非常好的一个点啊 它不光可以 它可以放大十倍 我的天哪 对 拍到你的 胡子 讲道理 放大十倍 压力是有点大的 拍到胡子 你嘴型真好看 现场各位朋友 下一张你们一定喜欢 因为 十倍 放大十倍 真的是 太油腻了 不是太清楚了 太要命了 它是每一个毛孔都看得清 下一张大家肯定喜欢 最美粉丝大合影 最美粉丝大合影 不是在场的粉丝都是最美的呀 来我们接下来这张大合影呢 想拍到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我们要反着拍 可能要用广角拍 对对对 来我们使用一下 我们这款红米K40 它的一个广角的功能 大家可以做出自己最喜欢的表情 跟首饰 我们一会儿会 朝这个方向 给大家来一个大合影 哎呀 我得找一找 它这个咋弄了 这是什么首饰 广角 对得用那个后置 后置拍广角 好酷 对用后置来拍广角 要用后置来拍吗 好那你帮我拍吧 我帮我帮 我帮你跟大家拍吗 好吗 好来 我帮你拍 然后来各位楼上 还有左边右边的朋友 全部都能够入镜哦 全部都能够入镜 手举起来好不好 大家 耶 好想要这张照片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找郑哥拿 好的 OK 哎 等会没拍好 我得重新来一下 没 来重新来一下 那有点逆光啊 OK 手举起来各位 好的 来 接下来其实还有最后一张 我帮你直接念出了吧 好 就是最美他拍 刚才 MISS帮你拍那么多了 接下来你帮MISS拍一张 你吓人的那种 对 我今天可能也是会碰到粉丝和一 他直接拿手机直接伸到沙巴这边来拍 腿要伸一个伸一个在前面去 很专业啊 我想把他 你在 往这边 对对对我想把你自己和那个 郑哥是把手机拿反过来拍的 这招确实是有非常专业的这个 就换了 有人看你瘦了 稍等一下再来一个 我不想把我自己拍进去 拍到MISS和他的这个 海报 来 谢谢 自己看一下 好开心 好 那么我们的 拍照 就会一米八 有点浮夸拍的 就完成了 接下来时间呢 来我们挑战成功之后呢 也要送出福利了 就是我们 影证证证的签名照 好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屏幕右上角呢 会有一个抽奖的按钮 大家点击这个按钮 并且呢 在我们的屏幕之中回复 隐秘来电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在五分钟之后开奖 如果你中奖的话呢 会有一个弹窗弹出 告知你中奖 并且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五个工作日之后 把奖品直接游寄给您 所以一定要填好你的联系方式 对的 在直播间输入隐秘来电 刚刚一提到说要隐秘 尹郑老师的签名照的时候 对面的小姐姐全部都 我要我要 然后我在想说 你们这样逗逗脚 不如动动手 然后关注我们京东的电器的官方直播间 现在去输入隐秘来电 就有机会获得了 不关注是没有办法抽到奖的 好 我们林郑老师已经抽到 已经完成两项亮星挑战了 第三项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了 而且呢 非常好玩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场各位观众来说 真的非常好玩 这是个 此时此刻在我的手上 有一款手机 有一个耳机 有一个耳机 全新的 哦 来 这个 就是漫步者耳机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会邀请 尹正呢 戴上这个耳机之后 哎 完成一个挑战 就是 有意思来为他传达一些话语 然后呢 你光靠 他说话 能不能听出来 他说的什么 因为 这款手机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降噪 哎 我自己有一个 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 它大概的功能 就是 你戴上听耳 这个入耳式的一个耳机啊 放歌的时候 外面说啥你都听不见 很适得 试一下好吧 你保证不要演好吧 来 我给你放首歌 你喜欢什么歌 我给你放一首 你最近唱的歌好不好 哎 这样吧 我想到一首歌 关于我们西安的歌 推荐给你 特别的好听 好 音乐事情咋样 你可以自己调一下 好 但是呢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现场和我们直播间的报告 可以看一下啊 MISS呢 将会 通过我们现场这个话筒啊 说出几个话 然后呢 你要看他的嘴形 然后 来猜测 你听不住迷了 你得看他 我戴上这种迷迷 啥也听不见 对 你得看他说什么 然后你 就是我用口型来告诉你 然后你来猜 我们说的这些话 对不对 好 都是成语吗 还是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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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得 你得去猜 哦 这个就是那个心啊 人体什么 那个是吧 不是 就是传声筒 有点像传声筒 那个游戏 好 他在握我歌 对对对 这首歌给你推荐一下 西安一个知名乐队 黑仨的歌 叫啥 黑仨的歌 就啥 乐队名字叫黑仨 包括西安朋友 很多知道 歌的名字在上面显示 对对对 笑话和刘川峰啊 对 配上漫步着耳机 听起来就 对 戴上耳机 接下来他说话 你要猜 好 都是成语吗 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 三二一 开始说话 你来猜 好的 三二一 来 用手 用手笔三二一 让他来猜一下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我得把音量给你看一下 你是不是关了 可以 可以 好 还可以啊 第二 一二三 披荆斩棘的姐姐 披荆斩棘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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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刚刚想混淆一下视频 是吗 对对对 对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有一说一 啥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 对 连笔话都带上了 没说不能比 来点难呢 接到办事 接到办事 完了 不 什么再来着 接到办事 户 天边飘着一头牛 今天 接 接到办事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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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办事 户 接到办事 户 户 接到办事 户 户 接到办事 户 没有 没有我追不到的金 没有我追不到的鑫 没有我追不到的鑫 对 差不多 其实他已经停场了 好 差不多 完成挑战了 再来一个 要再来一个吗 完成了吗 没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完美 完美 不是 星是星 不过也算是完成挑战 我的壳子呢 是星 追星 惊动的追星 今天我们 追星 披星斩迪 追星现场 什么没有我追不到的鑫 鑫 没有我追不到的鑫 鑫 鑫 普通话很好 刚才那种歌怎么样 我要问一下 来不及 我都在看他的组 回去可以听一下 西安的歌 其实真的还挺不错的 好 恭喜我们的 尹正老师完成了 我们的第三个挑战 这个第三个挑战完成之后呢 我们也开启这一波的福利了 也是我们尹正老师的一个签名照 接下来的时间来 各位朋友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看一下我们京东电器直播间 来右上角 有一个抽奖的按钮 点击之后 就会参与我们的抽奖 并且呢 在我们的评论区要回复 隐秘来电 五分钟之后啊 说不定 你就会获得这个奖品了 我们会直接弹窗告诉你 并且呢会游寄给您 好 完成三项挑战之后呢 还有两项 下一项 来工作人员帮我准备一下道具 这个道具呢 将会用到的 就是我们刚才上架 就拍完的这款 菲利普的 我们的这款 折叠 运烫刷 对 刚才我们的使用的这款 降噪功能非常好的 漫步着耳机啊 也在我们的这个链接之中 今天没有拍到的朋友呢 也可以抓紧时间啊 来到这个 我们的京东的链接里面找一下 哇真的降噪功能很好 比如说平时坐车啊 在这个火车之上 在这个飞机上 太好用了 戴上之后 只能听见音乐 身边就是有 很多熊孩子 你都不用再害怕了 所以说这款手 耳机啊 真的非常非常地不错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 让你心动 那接下来就是要考验 尹真老师 对 我应该问一下 平时这些衣服 自己会收拾吗 我基本上不会 就除非比如说 出席今天这样的场合的话 我的衣服就是工作人员 会帮我运平 我平时的话 忙到没有时间自己收拾 主要是懒 然后就穿的衣服 也比较简单 以前呢 就是工作比较闲的时候 有自己打理的习惯吗 没有 但是我会把它 在亮的时候 就把它撑得很平 但是比如说 但是今天要出去 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的话 还是会运一下 对 刚才我们这款产品 给大家已经介绍 就是真的非常便捷 上价就 而且菲利普的这个价格 大家也是非常想不到 它居然这么便宜 然后呢 刚上价直接就卖光了 我们现在正在沟通 看能不能加购 已经加购 已经加了 对 此时此刻呢 接下来这个挑战 就是这样的 来 邀请我们的 营兆 来 试用一下 并且呢 在三分钟之内 完成 把这几个衣服 把这三件衣服 运完 运好 我觉得可能都不要三分钟了 对 你看它有点皱 对吧 这衣服 这还 就是我们生活中 这样碰到的 这衣服今天是由我提供的 是你的吗 好 直播出了 直播出了 来来来 我们现在开始 倒计时开始 好吗 开始了吗 七点五十一 好 来 开始 三分钟之内 把这四个衣服运完 尹志老师 确实现在 无论是自己拍戏 还是拍综艺 都特别的忙 没有时间 自己来动手运衣服 但是呢 今天我们要在现场 让他体验一下 有时候啊 自己动手劳动 真的没有那么的难 因为啊 产品好 科技改变生活 更好 更便宜的产品 会让我们平时的一些家务 变得非常的有趣 且便捷 比如说我们这款 菲利普的这个 折叠晕晓晓机啊 非常方便 容纳在你的抽屉里面 可以放在 这个行李箱里面 这个真的还是蛮方便的 因为你比如说 你出个 哎我团队人可以 考虑入手一个 对 我估计他们已经入手了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因为他有时候 去一些别的地方的话 他嫌弃我衣服很皱 都会到处去跟人家借 在酒店去接运动 对对对 接运动 他有这个的话 他就相当是一个 电吹风的这么一个体积 对 还很轻 就拿着就到处去 哇 今天真的是辛苦 我们的正哥了 在现场 不辛苦 在现场帮我们运衣服 并且我觉得还 你是假的了私货 放了一件自己的衣服 我开玩笑的不是我的 我好希望他们是我的呀 它是新的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细节 来看一下 所有的褶皱 在这个蒸汽之下 很快的就平整了 而且呢 这款产品它的 最主要除了便捷之外 我觉得尤其是乘衣这种 对 它一点点褶皱 会非常影响 好 感谢正哥 来这样吧 来我们到此结束 是吗 我还没玩够 没玩够 可以可以 来工人帮我收一下 不按它就好了 不按就好了 对不按它就好了 这么方便吗 对对对 好 非常安全 我觉得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够了 真的不用 我们把它三件全部运完 确实非常的方便 很方便按一下 就可以把它运完 那喜欢这件产品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 链接里面找一下 那恭喜我们的正哥 也完成了今天的第四项的挑战 第四颗星 对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上架 我们今天这款福利了 华为Mate 40 Pro 哇 真的是非常的难抢 这款呢 真的是各门店都在 大热门产品 但是都抢不到 今天呢 在我们的京东 可以抢到 但是是我们的正哥帮忙 完成这样一个挑战 然后呢 大家才可以抢到 守候一角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赶快去下单了 好 完成四项挑战之后呢 还有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 非常的有趣 来 我们转身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我们今天的道具 这个道具呢 是我们的海信电视 在这个电视之上呢 会有一段话 海信电视呢 真的也是非常的热卖 它很轻薄 很轻薄 很窗面能看出来 非常轻薄 对 而且显示的这个 今天只是一段字啊 如果是视频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显示的这个色泽啊 无论是观感 非常的不错 而且可以打游戏 上面有一段话 接下来这段挑战呢 是由我们三位 共同完成的 什么挑战 我们要怎么来 完成这个挑战呢 Mis是四川人 对 我是四川人 我是西安人 那 我是内蒙人 但是今天 可以说粤语 我们今天 挑战是这样的 方言版 这一段话 我们三个人 用方言来读出来 如果说很顺利完成的话 那么这项挑战 就完成了 好 最后一项挑战 那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白送的 我觉得是白送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只能证明了平台的大方 对 真的白送 你这个 我觉得可以 就是我们 除了白送之外 先用我们的方言 然后再模仿对方的方言 对于你们来说 没有那么必要 就是我只要是想说一下金主爸爸很有钱 其实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或者对于我们各位观众来说 这个 是什么呢 很少听你说四川话 没有 我经常在直播间 直播的时候有时候说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直播间 现在很多朋友没听 我就很少听 很少听 比如说粤语也很少听 对 粤语 对 所以说我们各位观众可以听一下 好吧 你们俩谁先来 我先抛专一语吧 OK好的 我抛专一语 给大家来个四川话版的 京东宝宝 四川话就会听起来比较嗲嗲的 比较可爱一点 9月40日 京东年起潮评日来京东搜索英镇 即可进入京东年起直播间和英镇一起体验最新的快乐 直播间服务你前十枪 更有披荆斩战机的哥哥 共演门条 还有锦西奖品 在登场大家 好好听啊 假假的 四川话会 可爱 真的是 四川话特别适合 密思啊 没有这个跟画种没关系 跟他人有关系 跟人有关系 他说什么估计都是会很可爱 谢谢谢谢 那我就最后说吧 好好好 那我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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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京东电器超品日来京东搜索日稳正即可进入京东电器直播间和稳正一起体验追新的快乐 直播间福利限时抢更有披荆斩击的哥哥公演门票和惊喜奖品再等着大家 我有一种在看TVB的那个原片的感觉 好好听啊 真的 哇像我们这种北方人就唱一下比昂的歌都觉得自己什么时候那么粤语说这么好 哇一个内蒙人那么粤语说这么好真的很不容易 不是把你扔广东扔十几二十年你也说得好 好接下午要现丑了啊 西安话呢是非常豪迈非常接地气 西安的 直播间肯定有很多的西安的朋友啊 我这个西安话有时候也不太标准 因为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天天都是普通话 我也尝试一下啊 你们也听一下西安话看怎么样啊 对西安的现在朋友可以一下听一下 我特别爱听西安话 我也喜欢 来了啊 旧咬斯景董滇期炒聘日 来景董搜索应征即可已进入景董滇期直播间和应征一期天坠喜的快乐 直播间福利西安时庆更由皮颈战级的哥哥拱业门飘和景西江辟正在瞪着大家 正在瞪着大家 我特别 很豪迈啊 我就是觉得很豪迈 因为我之前拍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导演叫慧凯栋 他就是西安人 他没事嘴里边就说一些什么 他比如说他吃饭蹲着吃 我说哥你为什么要蹲着吃饭 他说蹲下吃饱站起刚好 对我们这个蹲着就是我们陕西人一个特点 陕斯巴辣怪就是凳子不用蹲起来 就是陕西蹲 他特别逗 他跟我说 他自己带了一个厨师跟着嘛 他说我每天那么累 我都得管好自己的嘴 对吧 然后他就那个师傅就每天给他做点什么扯面啊什么的就给他吃 对 然后我就特别爱吃西安饭 我就问他 我说我说西安的饭的精髓在哪里 他说油泼全世界 酸汤煮一切 或者摩加一切 摩加全世界 对 太好玩了 陕西这个好吃的真的很多 所以说希望蜜茨和尹正哥等会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啊能够多吃一点 昨天到的时候我已经点了 我可以给你再推荐一些美食 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美食博主 那么也恭喜我们的尹正哥完成了我们今天的五项挑战 接下来我们的五个灯全亮了 所以说所有今天的福利也给大家准备 最后一包福利是什么 好 好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为大家来送上平行展及哥哥的公演门票 9月25日 接下来的时间之内啊 来我们可以来进行抽奖 来各位可以点击我们右上方的一个抽奖的界面 我们这次抽奖的时长有一分钟 一分钟之内啊 大家点击抽奖加入之后呢 来弹幕来回复隐秘来电留言抽奖 那么中奖之后呢 我们的弹幕会提醒你 并且呢将这个门票直接寄送给你 不知道哪位新的朋友能够获得呢 来我们现场今天有没有以上 今天所有出奖中中中奖的 我知道那边刚才有一朋友中奖来尖叫 还有还有吗 我们这边加一个隐藏环节 加一个环节 加一个环节好不好 我们现场随机抽一名观众上台 然后和尹志老师来进行亲密互动好不好 我们临时加一个隐藏环节 谁想来 对现在朋友举手 然后我们让尹志老师来 你来了 我们来是吧 我们来 那我们选一位吧 我们这位小哥吧 这位小哥吧 这小哥离开 特别的近 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冲进来的 小哥哥好害羞 你是怎么冲进来的 他在那边跳得非常的宽快 好好好 其实他是冲着MISS来的 其实他是你来的 冲着我来的 我是冲着尹志老师来的 我是冲着你们来的 我们都是冲着京东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来我们这位观众朋友啊给你个机会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没有麦克风 没有麦克风了 大师弟拿出我们心爱汉子 那可以你先说一下吧 我们传达就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幸运观众 然后也很开心能够见到尹正 也很开心能够见到MISS 特别特别喜欢他们俩 好那今天呢你上台啊 虽然说邀请你上台 但是你得回答正确的问题 才能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礼物 问题是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台下各位朋友 可能也会想一想啊 问题是在披星转机的哥哥里面 尹正老师和谁一组呢 这个知道吗 我有看过 有看过 是跟那个赵文卓老师一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脸正气 那么除此之外 还能再说一个吗 我可以求助现场 不可以 不可以 求助我们尹正老师 你可以求助 你问一下大家 他们愿不愿意帮你 小伙伴还有知道尹正老师跟谁一组的吗 王鹤勇 算答对了 算答对了 算算算都算 反正我觉得答对一个都算 主要我们今天是送福利环节 一个隐藏环节 也算 我们这位机制的观众 自己不知道 还要求助各位小姐姐 感谢你们 这个签名照 当时找他要 来 恭喜您答对了 来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一张签名照 来送给我们的这位 幸运的小哥 好 谢谢 谢谢你 来这边 这边领取一下 好 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 林郑老师和我们的 MISS 今天给大家完成这样一些挑战 和这些内容啊 我们今天这个京东价值4990元 三星Galaxy S21一台 会送给大家 包括公益的门票 此时此刻啊 已经通过抽奖 送给大家了 再次感谢我们 林郑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京东 线下门店 这样一个活动的现场呢 此时此刻呢 我们的活动到这里呢 就要跟林郑老师说再见了 非常感谢您 还没有聊够就要结束了 主要是赶飞机 对 最近确实特别的忙 因为林郑老师现在还要赶到 录制的现场 去进行这个 拼音展机哥哥的一个录制 所以说我们现场各位朋友 包括我们自己呢 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 希望我们各位朋友 能够在节目之中 看到更多 你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节目 好 然后那个 还没聊够 不是 我真的特别开心来到西安 然后因为我今天 昨天 我今天一大早过来 然后到这躺了两个小时 起来之后 他们说你有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就得赶着回北京 有别的工作 我说 他说你有啥愿望没 我说我有啥愿望 我就想吃口油泼面 吃个酸汤饺子 还有肉加膜什么的 把那个牛肉酒黄馅的 给我安排上 然后刚才吃了之后 也是惊为了天人 就随便点一家都这么好吃 所以特别羡慕在西安的小伙伴们 所以以后有机会常来 对对对 除了工作之外也可以过来玩 其实也不太敢来 就以我这种自控能力 来到西安 估计一个月之内可以突破200 对 然后就是在这 真的衷心的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然后吃啥都不胖 每天都能睡得着觉 没事多来京东逛逛 好 非常押韵 你看到最近跟Rubber们 玩的也很多 好 再次我们感谢你老师 导来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 掌声欢送一下好吗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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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这里也是